编辑制办翁山苏姬 允许他参选国会议员和出国访问 被视为编辑民主的契机 而经济方面 编辑政府也推出开放政策 积极吸引外资 还伤害华侨纷纷转进编辑塔位抢商机 种种迹象看起来编辑不一样了 但是小人物的新生又是如何呢 中央市区的林景平深入采访 接触编辑瓦城一个叫做独自兄弟的剧团 他们的表演方式类似台湾的政治模仿秀 专门以喜剧嘲讽社会问题 他们的表演方式类似台湾的政治模仿秀 他们的表演方式类似台湾的政治模仿秀 而这一年来 林景总统登圣只是一连串的改革 受到国际社会肯定 然而看在胡子兄弟的眼里 只是新品装旧酒 真的没有改变 根本就没有改变 也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不过来呢 有些人会不得到 我们在一起的 如果是谷歌 不得到 我们在一起的 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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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起的 我们在一起的 还有 我们在一起的 我们在一起的 你们在一起的 我叫盧摩,我叫盧摩,我叫盧摩, 出生在表演世家,祖父辈开始,全家人都是演员。 和巴巴烈盧佐兄弟三人组成胡子兄弟剧团, 他是唯一会讲英文的人,担任剧团主持人。 以笑话讽刺缅甸政府限制言论自由, 胡子兄弟最大特色是以脱口秀喜剧等方式嘲讽社会问题, 犹如往前版本的全民最大版。 然而在言论封闭的缅甸,胡子兄弟却成了非法演出, 因为他们的幽默揭露太多真实资讯,成为政府眼中兵。 由于这些笑话,他们饱受疗愈之灾。 老朋友欧莎夫姬在1996年邀请巴巴烈盧佐到仰光制作表演, 因美大使的超过2000名宾客欣赏, 不过表演一结束, 杨文立刻被捕,关进劳改营。 一关就是青年,缺席的卢膜,幸运的逃过一劫。 而这段造语后来也成为了表演桥段。 几年,理由书籍吉诺辛丑收录胡子兄弟的故事, 没想到吸引大批游客到访。 我會去拍攝 我們會討論如何 他們會把食物放在一起 然後把所有的錢都放在一起 所以我會來拍攝 竹子兄弟 至今人在市民當中 不能外出巡宴 但他們不氣寧 每天晚上冒不風險 都在日偶等候登場 在市民當中 我會去配合 非常好 美麗 美麗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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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棟 皮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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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在一起 明天是下午 就是这个 我看这个纷纷 我看这个纷纷纷 中纷纷纷 这些纷纷 下午纷纷 不是黑 我看他在纷纷 那是我说 那是在玉 这个新的水平 这是一架纷纷 这是一架纷 对 你懂吗 有些纷纷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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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兄弟扮演乌鸦角色 说出缅甸真面目 他们付出自由代价 更随时有生命危险 但是只要想到有一天 民主的种子在缅甸落地生根 他们就觉得这是一条 值得坚持的人生路 生命危险 这边看我看 看我看 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手 将近三十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胡子兄弟 尽管不看好现在的改革 还是期待民主 降临免军的那一天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缅甸逐步开放之后 市场一片欣欣向荣 虽然在当地 已经深耕二十年的台商提醒 缅甸政策还未明朗 现阶段还要多多观望 不过还是有不少台商 都相当看好缅甸投资前景 跟着来寻找商机 只要是记者更发现 只要原本在台湾工作的 缅甸华侨 这两年都回乡发展 还有台湾年轻人 不畏风险 前来寻找新天地 其中华人聚集最多的瓦城 学中文的风气盛行 成了台商投资首选 瓦城没办法 尽管不看好 尽管不看好 对啊 对啊 看这里 尽管不看好 对啊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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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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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上 看看 знаешь 吗 cool Erfahr 不,我不觉得这是这个东西 曼得勒市又名瓦城,是缅甸的第二大城 100万人口中,华人就占了30万以上 应该补充 路上招牌、店里书籍都有华文音子 这里的人很多,做生意的华人更多 会说中文,工资比一般人多出一倍以上 因此,中文学校在当地也是相当有规模 四所学校我起来大概有准备 6点来到我们学校,3到8点 他们就回去,因为每天学校是8点半 或者9点才上 那他们就回去,把书房晃一晃 3到下午,3点都下过,在感染这边 然后6点下过,再回家 对,肯定 小孩子,小朋友真的很辛苦 这样呢 就,陪他就 自然吸引不少台商聚集 不过在这里经商很辛苦 长庭店基础建设差,正决动荡 更惨的是1997年欧美的经济制裁 产品无法出口,很多人生意都做不下去了 1997年,没办法出口 而眼前的郭坤石,是留下来的那一个 1993年的时候呢,就进来到缅甸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缅甸 把他们的农业的一些灾动祭祀呢 还有一些新的品种呢,做个改良 那后来在欧美国家呢,经济制裁之后呢 很多台商都回到台湾了 或是到别的国家去 那我们公司呢,第一个在这边呢 就是尽量要帮助缅甸的农民 让他们能够,因为我们得到我们这个祭祀呢 能够赚到钱,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们才怕的农民 都自己不可以 Soy 史文至少 十九年 西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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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九亚 青年 现在没有自己的,没关系大陆的,没有自己的 他们没有自己的赛养,蛮不够的 刘翠晨?10年 我穿着打扮很新潮的刘翠晨是缅甸华侨 大学在台湾念,毕业工作了几年,还自创品牌 却在前年硬然决然,移开后来回到互相 做的是以前在台湾也做过的服侍业 第一点 这边的人力 人力资源没有问题吗 所以 各方面 都没有问题 每个人都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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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这里 好像什么都容易点 可能因为年轻 总想着世界没这么难 又或者 缅甸真的改变了 散燕解约伴 都会回来的时候 结果 缅甸再缅甸 变成人的缅甸 印尼工人,一個月薪水,一個月要85塊錢美金,相當於新台幣2500塊 然而緬甸,平均工資只要40塊錢美金,相當於一個月,新台幣1200就能請得到一個工人 這幣1200塊錢美金是便宜,而且在緬甸我們華人多,語言上溝通也可以,那加上它目前正在開發 各種土地區的畫面都可以比較節省成本,所以大家有充足的人力,所以大家有充足的人力 還未明朗,加上中國大陸與緬甸關係友好,台灣人無法直接投資,基礎建設不足,限電嚴格 匯率不同調也是問題,官方匯率是6免幣對1美元,但黑市價格卻可以喊到800比1 同時政府貪污問題嚴重,緬甸在國際透明度上,183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三 一排名比賽,平安的 平安的 平安要在這裏,告訴你他 他有Facebook的標誌 你覺得之前在這裡 你覺得別人,沒有別人,你覺得別人 他才能讓他掛無聲 也應該說 反正要做就趕快做吧 有種蠻打一錄的牆 台灣,裏面還有這些,有種蠻都的意見 很不妙的,欸 你好,打擾一錄的,台灣人沒有 歐山又有文字的盔心,怎麼不知道怎麼跟他們 台灣人有盔心 你覺得那麼有誰 在打仗呢,从小的台湾安逸长大的孩子冬停到吓都吓死了 不过待着待着,时间久了,倒也习惯了 台湾现在其实什么东西都长嘛,然后其实竞争也蛮激烈的 那这边的话,相对市场就来做空放出货这样 真的是要吃得了苦啦,因为真的很热,然后常跳电 对,因为我们像现在一个晚上大概都跳四到五次,最早 所以对,就是英雄大概跳两千次左右 干嘛你跳 对,空气很广 对啊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处应许之地,就看怎么追寻 刘海晨选择回到原生地打听 Kelvin和就决定运向背景到异地主梦 不许而同踏上中南半岛这块土地 只盼望缅甸的民主开放像是不回头的火车 带着这些独木人开往美好之地 中央社记者林景平瓦城报导 林景平 有商人形容缅甸是东南亚投资净土 丰富的天然资源,广大的土地跟便宜的劳动力 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但是对缅甸老百姓和在海外打工的缅甸移工来说 渴望已久的民主,究竟何时降临 才是他们最关心的未来 感谢您收看周末视野 我们在华氏目的五书频道和交易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宁燕,我们再会 再来万新天气,古装台风虽然不会直铺台湾 但受到外围还流的影响,终于开始,北部跟东外部都会开始下雨 而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五日后雷震雨的情形 台湾在那儿,他们不可能告 bele 西南风雨的女生死人 在沙 nota减着人发生最大的空气 台湾太大了 我不可能告一分钟 这些乎没有含尘 我来说句话 台北里,我们坐在对中国,在北京,在北京 我们坐在看你太多 我们坐在北京,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坐在北京,我们坐在比较好 我是在台湾上的, 在台湾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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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的, 南部的, 在南部, 高雄的南部, 那些是, 那些是, 咱们不利, 我们的, 是在台湾上的, 我们的, 在台湾上的, 在台湾上的, 我感谢您的感谢 我感谢您的感谢 你是誰? 我才發現姑娘放在城溫浪的地上 我剛好從那路過就把你借掉 你是不是能殺我店 你是不是能殺我店? 你是不是能殺我店? 你到底是誰? 你受傷了? 你受傷了? 你受傷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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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傷了